林秋菊 真的是你 林秋菊 爷爷 吵醒你了 国灵啊 来 坐下 国灵啊 你说这人生奇不奇妙 我小时候就和我娘失散了 后来我就背着我爹去打听他的下落 才知道我娘是被我爹抛弃的 死的是那么的惨 后来我就找到我爹去行事问罪 和他打吵了一架 我便离家出走了 我便离家出走了 一辈子 一辈子害怕别人害他 抢他 一身一鬼 死都死得 凄凉孤单 我便离家出来了 爷爷 我知道 你呢 把曾爷爷弄来的古异之财 全都捐了出去 过着简单朴素的生活 这样 才能让曾爷爷的罪过少一些 对不对 过着简单朴素的生活 国异啊 还是你懂事啊 可是你爹 却不能亮见 气我把钱都捐了出去 现在 他拼命的赚钱 或许 觉得是我欠了他的 可是 可是那笔钱 根本就不是我们的 那是高价的钱 爷爷 您放心 爸总有一天会想通的 到那时 他就会理解您了 无所谓了 我说 老天爷 真是长眼的 我常难过 失去了鸟 老天爷 就把你送给了我 我心里盼着 能够 见一见秋菊 这不 也见到了 我想 这一定 是老天爷 赐给我的大礼 不要 让我带着遗憾的走 爷爷 您快别这么说 等您精神好些了 我带您去找林秋菊 好 好 王医生 158号病房 是不是在这里啊 这里是不是住着林秋菊女士 你找我妈有什么事 我爷爷有情况很紧急 很想见她 能拜托林女士来一下吗 你爷爷 爷爷 林秋菊来看您了 您醒醒啊 林秋菊来看您了 药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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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你吗 药族 我是林秋菊啊 我看着你出生 还养过你 你还年轻 你振作点啊 林秋菊 真的是你 是啊 是我没错 我抱过你 为过你 难怪 我说 一见到你 心里就感到一阵暖火 我刚才我见到我娘了 她说 让我告诉你 她对不起高家 让我替她向你说声 对不起 药族 你别乱说 那是你自己想的 你哪见得到你娘呢 你快醒过来 快醒过来 我 我也看见 我爹了 她说您 还有 还有好多年 好多年 好日子过 好日子过 因为 因为 你也一辈子记得 不像她 老来 无意啊 我 你也不想 快醒过来 你的孙女 还要孝顺你的 爷爷 别留下我一个人 你快回来 陪我 爷爷 你快醒过来 快醒过来 林秋菊 谢谢你 养育过我 郭林 你 你别怕 爷爷走了 会 会有人 代替爷爷 等你的 爷爷 你不让我走 你快醒过来 爷爷 姚祖 爷爷 姚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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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爷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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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林 你别这么难过了 你爷爷这么疼你 看到你那么难过 怎么能安心离开呢 想不到 我看着药总出生 竟然还给他送终 没想到 会有这么巧的事 林奶奶 我能叫你一声奶奶吗 当然可以啊 我爷爷跟我说了 好多当年的故事 可是那时他还小 很多事情 都是他长大后打听到的 他的心里真的非常尊敬你 这次能见到你 他这辈子 总算是没有遗憾了 乖 别难过了 林总官 他的孩子竟然心里这么好 我也开心 过去的事 就让他过去了 前几辈人的事情 你们这些后生晚辈 你就别再去想了 怎么没人接啊 是不是不在家 喂 爷爷 是我 我是天柱 天柱啊 怎么样啊 爷爷 我要跟你说一件事 你可千万要冷静 大哥他 没有把天洋实业搞好 最近 欠了客户一大笔钱 他 因为那笔钱 最近很苦恼 也很烦闷 他不肯求爸帮忙 所以 就只有 我来求您了 真的啊 那 那 那到底不二千啊 啊 不 多 一亿左右就够了 一个亿 哎呀 亿不够的话 今天再多要些 电话给我 哎呀 喂 天柱啊 喂 喂 哎呀 这个臭小子 怎么还敢为您要钱啊 哎呀 你呀 说不定他真的有什么急事呢 你也应该听他把话给说完呢 爸 如果真有急事的话 天字会告诉我的 哎 您这样宠 会把天柱给宠坏的 哎呀 以后 无论天柱怎么跟你要钱 您都不要再给他了 好不好 哎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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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了 我知道 怎么样啊 孙天赐没有接电话 他答应我会处理那份声明的 是不是又反悔了 哎呀 李云啊 别整天就操心公司的事 你也操心操心自己的终身大事吧 这两天都找不到女人 是不是约会去了 我才没有去约会呢 这几天啊 为了要赌孙天赐 我没日没夜的叮烧 好不容易把他拐上了车 动智以擒说服了他 你们都不知道 你们都不知道 孙天赐那个人多难相处 怪皮一堆的 他办公室的门 是一关上就自动上锁的 是不是很变态啊 也许他很重视隐私 还不止是这样呢 他整天都板着张脸 好像要把人吃了似的 而且啊 天都没亮 他就先去上班 等所有人都下班了 他才走 我怎么听起来 这个孙天赐 跟你倒是挺配的 念慈 你说是不是啊 妈 你别跟你这瞎起哄 我才不会看上那种阎王脸呢 你别太嘴硬啊 往往说自己最讨厌那种人 最后啊 就是跟着那种人 外婆 怎么连你也消遣我 算吧 外婆 早上精神好不好啊 好 好得很 你今天怎么这么早啊 我 昨天晚上没有睡好 被那个孙天赐啊 给气的 睡不着 怎么了 他又为难你了吗 什么为难啊 他根本就是变态 他跟我见过两次面而已 他昨天 竟然说要跟我结婚 他 他是不是在耍人呢 孙天赐要追求你 太好了 咱们家的丽云 有人追了 该白酒请客了 利云 有什么好笑的 有人追很稀奇吗 可是他吃我豆腐 你们应该要跟我 站在同意这些 骂他才对啊 丽云 有人追是好事啊 哎 那个孙天赐怎么样啊 不用说一定很有眼光 一眼就看出 咱们家的丽鱼 是个优秀的女孩子 才会想急着 把她给定下来 这眼底手快 这男孩有前途 姐 缘分就是这样的 说不定 她真的是你的真秘厅子呢 你们都搞不清楚状况 她是耍我玩的 因为我到了三十几岁 还没对象 就会晕船 中她的计 我才不会呢 丽云啊 你怎么老以为 人家要骗你啊 说不定 她很有诚心的 可是 我才见过她两次面而已啊 两次面够了 在我那个年代 就算不认识的两个人 都可以做夫妻 你要是信不过她 就把她带过来 给外婆鉴定鉴定 这总可以放心了吧 是啊 李云 要不你把那个孙天字带来 让大家看一看 如果她真有什么不好的地方 到时候 我们连起手来骂她 才够力道啊 就是这张戒具 我把它毁了 就可以替天字和天柱 解决问题了 你在爸书房干什么 我 我只是去找一本书 没找到 我先出去了啊 天字门 我是国灵 你快到老地方 我有东西要给你 国灵 国灵你给我站住 国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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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振作一些 你要挺住啊 国灵 你会没事的 你一定会动过难关的 国灵 别怕 哥陪着你 国灵呢 孙天字 孙天字 你把国灵害惨了 什么 我 你为什么要拐骗国灵 叫他他天柱的戒具 你说 国灵是为了偷戒具 才被车撞的 你不用装摔 要是国灵有什么三长两短 我一定要你负起责任 爸 国灵怎么了 他不要紧巴 已经在里面急救了 他被车撞得怎么样了 应该不严重吗 没有大碍吧 我不知道 他被车子撞得 整个人都飞起来了 他不会有事的 他这么年轻 又没有做什么措施 他一定 他一定不会有事的 在这守着 您借回去休息吧 不 我不回去 我等国灵醒过来 国灵醒来 我会马上通知你 您还是先回去睡吧 我不 国灵在里面受折磨 我怎么睡得着呢 国灵这么乖巧都是 这么年轻漂亮 他的人生才刚刚开始 怎么受到这么大的劫难 我的国灵 他应该是光鲜亮丽 快乐幸福 他 他不会瘫痪 我找人把他医好 我不会让他瘫痪的 走 毕小姐醒了 我可以进冰房吗 可以 不过他精神不太好 需要多休息 只能一个人进去看看他 不要跟他说话说太久 谢谢 我会助你的 爸 爸 你不要太激动 国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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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点了吗 你放心 医生跟爸爸说了 你一定会痊愈的 一点爸都不会溜 你不会有事的 爸 什么事 你尽管跟爸说 爸爸一定给你办到 爸 请你放过天子他们 好 好不好 你别为难天子 我怎么样都没关系 我真的没关系的 爸 你不是说 一切都要为我办到吗 放心 爸不会让你失望的 你要好好休养 把伤养好 好吗 想不到啊 这国灵 怎么会出这么严重的车祸 真可怜呢 画一样标致的女孩 万一瘫痪 她是为了帮助天子 才会出这样的车祸的 想不到她为了孙天子 可以这么做 那孙天子 知道丁国灵 这么喜欢她吗 那孙天子 自己的意思呢 丁剑之要她负责 我想 天子她也没有办法推辞的 这很难说呀 国灵 她是不幸 但这跟感情是两回事 我想 国灵 是个懂事的女孩 她应该不会要填刺 拿感情来换恩情的吧 可是 国灵这么可怜 如果她真的那么爱填刺 我想 天子也应该留在她身边 李云 爱情归爱情 恩情归恩情啊 硬要把恩情变成爱情 到最后 每个人都痛苦的 外婆 就是被这个傻念头困了 困着 以为给人越多的恩情 最后就能换到爱情 才会苦了一生 不但自己苦 也让别人苦 妈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是你一直辛苦地承担着所有的一切 养全家 照顾老小 委屈求全 是别人对不起你 你没有半点对不起别人呢 念慈 你听我说 不是你尽力做好这一切就行了 你还要看人家愿不愿意接受 强迫别人 接受自己的恩情 那是在折磨人哪 当初 我嫁给你爸爸 我婆婆就跟我说 我不仅要做她的妻子 还要做她的娘 我嫁给你爸爸 我嫁给你爸爸 他也知道 你必须要做一个 不仅要做什么 专门 你必须要做什么 我还能做什么 我只要给她 看 whoa 她的恩情 就能让她爱我 不过 到后来 我才知道 我给她的恩情越多 她就越觉得有压力 就越想离开我 你知道我为什么会这样吗 我不愿意面对你 我不敢回到你的身边去 那是因为 我在你面前自残行贿 我看着你 我只会 我只会想起我自己可耻和可恶 从小你又对我百般的包容 我受不了那种感觉 我真的不想再见到你 我见到你我就害怕 我很怕你的秋菊 我从来不怕什么报应 我只是怕看到你 看到你 我就会想起我自己的罪业 要是 我当初早点放手 也许一切 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了 我 我又怎么放得下药总呢 要是让我重新选择 我还是会选择做她的棋子 做她的娘 我还是会愿意 全心全意地照顾她 不求她的回报 妈 妈 你累了 来休息一会儿 不安 妈 有些话 我现在能说 我 就想把她说出来 否则我这个病一恶化 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说 坏婆 你在说什么呢 你别骂我了 我这个胰脏上面 有个阴影 是癌 对不对 你们都别紧张 癌就癌吧 现在科技这么发达 癌又不是什么绝症 我才不担心呢 外婆 我一定会把你治好的 好 好 外婆知道 外婆不怕 你 总之 外婆 外婆要告诉你的事情 很简单 就是幸福 它不会从天上掉下来的 幸福 要靠自己去争取 你和天赐 你们两个人 你们两个人 既然两情相悦 那就不要因为其他的原因 而放弃了 嗯 你们和国灵 你们三个人的问题 要用智慧来处理 让来让去 三个人都不会有幸福的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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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天住在这个冷冰冰的医院里, 人怎么会有精神呢?